大家早安 這兩天美股的一個行情 讓大家稍微有一點點的擔心 我們今天會從美股的角度 以及這兩天大家很夯的這個00940 一起來分析一下 接下來的行情該怎麼做選股 好 所以我們今天要跟各位報告一首詩 哪一首詩呢 來 我念給大家聽 月黑燕飛高 殘餘夜頓逃 玉江清濟足 大學滿功刀 誰在逃 00940的成分股在逃嗎 各位記得嗎 前兩天 我們講昨天是940的股票是下跌 但是前天是大漲 我們就舉一個例子 讓大家能夠有很直接的一個感覺 我們舉一張例子 叫2404的漢堂 各位朋友 為什麼會這樣子對不對 這兩天前兩天不是漲停嗎 大家很開心 結果昨天打到這個跌停 那還有什麼股票 像神機 創高但是拉回 還有誰 2385的群光 創高 不過有點上影線 至少是漲的也算不錯 至少它的一個行情是一個多頭的進行式 那還有誰呢 有一檔比較誇張 叫星浦 先漲停 後跌停 指說老師這個怎麼做 我覺得這股票怎麼做 所以我今天的節目會特別跟各位講 如果你要做00940的股票 到底怎麼去抓 這個時候你要透過什麼 技術面去輔助 這個時候很重要 為什麼因為它的基本面 原則上是不用懷疑 像這些股票 像中美金 它拉回對不對 但是這些股票因為投信去選 所以基本面 已經先幫各位過濾過 先幫各位篩選過 再來你要看什麼 它的技術面你怎麼做操作 好 所以技術面怎麼做操作 來 比如說我們舉個例子 其實像這樣講 你看神機 神機最好的買點在哪裡 小朋友你知道嗎 最好的買點在哪裡 都是它在黑K的時候 都是它在跌的時候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裡 這裡 這邊 還有哪裡 還有這邊 神機有個慣性 就是它不會只跌一天 老師都聽起來嚇一跳耶 你看嘛 它前面是不是跌三天 這邊跌兩天 這邊又黑K三天 不見得會跌啦 就是說我應該修正一下我的說法 它會黑K大概兩到三天 因為黑K不一定是跌啊 有可能是開高走低嘛 像昨天一樣啊 就是有點這種 開高走低的一個現象 不過呢 這個就是大家操作的方法 為什麼 因為你看喔 我們講過這個MACD 是維持在一個什麼 多頭的趨勢 這個叫鹹龍烏勇 叫多頭的趨勢 那多頭趨勢的股票 你當然是找什麼 找它有跌的時候 它沒漲的時候買 而不是它大漲的時候去追 有些股票操作邏輯不一樣 有些股票是 它漲的時候你要趕快進場 有些不是喔 有些是喔 你如果它在跌的時候 你去進場 反而可以幹嘛 可以吃到甜甜價 可以吃到甜甜價 好啦那講到這個00940之亂 來 也不算之亂啦 最近很多網路梗圖都出來啊 對不對 幫我們申購 00940 我要開戶對不對 我要借錢 解定存 房屋權狀都帶來了 真的是很夯啦 那很多人在討論說它會不會泡沫 我覺得不至於 但是有沒有過熱 有一點 你看連那個央行總裁都講話嘛 揚權效應 真的是有一點這個稍微的過熱 但是 絕對不會阻礙投資人想要申購的決心 我們可以看到這兩天其實也沒有什麼降溫的現象 股票有跌啊 但是跌反而是好事啊 為什麼 因為這些錢還沒進場 你要懂這個邏輯嘛 那 現在擔心的是誰 就是在昨天去追高的投資人嗎 不一樣 你如果是買個股的 因為現在買ETF的人反而是幹嘛 我跟各位講 現在的邏輯是這樣 買00940的人昨天他反而很開心 為什麼他很開心 因為他還沒進場啊 代表他可以買低一點啊 對不對 他可以買低一點啊 那 其他的投資人呢 沒有買ETF的去買他股票的人呢 會怎麼樣 定存 ETF的 all in的 然後呢 這個買了一些ETF的人 受惠ETF的個股對不對 你不要出來講降溫嘛 對不對 那股票都搞得下跌啊 對不對 大家會覺得是這樣子啊 那 怎麼講你現在就想 我在想的邏輯是這樣子啊 就是這兩種人 一種是 我想要買股票的 可能是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可能你沒有買ETF 你想要買股票 我跟各位講 買股票會賺比較多啦 你想不相信 買股票會賺比較多啦 ETF頂多就一兩成 最多最多 而且可能你要擺 三年五年以上 最多就一兩成喔 我跟各位講真的喔 一兩成以ETF的績效已經非常好了 可是如果你選對個股 可能一兩天就一兩成 不一樣喔 甚至啊 一個禮拜說不定有三成以上 那怎麼挑嘛 這就是重點啦 為什麼 因為前兩天我剛才有講嘛 我剛才舉這個例子嘛 你在前兩天低檔買進 其實你看從120到140 你注意看喔 我跟你講這個邏輯喔 120到140已經幹嘛 已經大概15%了 差不多嘛 差不多15%了 甚至快到20%了 那你如果去買00940 你要等兩年三年喔 還不見得會來喔 20%喔 還不見得會來喔 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選 怎麼聰明做嘛 這就是重點啦 怎麼聰明做嘛 這些股票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也不用再花太多時間介紹啦 他的成分股都在裡面 長榮 聯電 中美金 神機 漢糖 群光 瑞儀 聯發科 星象 星普等等的 這個我不用花太多時間介紹 你現在只要看什麼 他們是不是多方去世嘛 都是嘛 所以你應該怎麼做 找黑可以買喔 但是每一檔股票的慣性不一樣喔 我先講喔 每一檔股票的慣性不一樣 而且呢 有些已經幹嘛 很高的 就其實幹嘛 不宜再嘴啦 好不好 所以我先講到這裡啦 這個ETF相關的一些 這個操作的邏輯 先跟各位講到這邊 那我們再來談一些股票喔 你看 昨天這個智原 哇 終於反彈了對不對 終於反彈了 真的 好感動喔 很多投資人說 老師啊我好感動喔 智原終於反彈 因為這行情是 兩萬點的行情 終於反彈 太好了 看會不會再談 我希望他再談 真的啊 你再談喔 因為可是 還是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他現在是 盤整格局 這個我們必須 很客觀的講啦 他是盤整格局 所以你要找反彈 看哪邊是壓力啦 這裡就會是壓力吧 對不對 這邊就是壓力啦 你就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不能希望他說很快的回到這裡 這有難度啦 可是反彈 昨天這根紅K是漂亮的 因為法人有進場 法人有進場 可以幹嘛 可以看看他會不會再反彈 可是第一道壓力會在這裡 這稍微去留意一下 再來像見準 有沒有 見準一樣 他現在是整理格局 那昨天有一個重點的族群 他出現了下殺 除了00940外 就是什麼散熱 雙紅旗紅 雙紅旗紅 很多投資人會問 為老師為什麼 雙紅盤中是一度打到跌停 你看喔 一度打到跌停 可是收盤是 變成小跌而已 那你看 有沒有 還收紅K喔 那旗紅是跌停喔 為什麼差那麼多 有人開玩笑說 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雙紅有兩個紅 旗紅只有一個紅 什麼意思 雙紅要兩個嘛 雙紅 旗紅 旗數嘛 旗數偶數你知道嗎 旗就是單嘛 旗數偶數 所以呢 他只有一個紅 他比較弱 沒有啦 這是開玩笑啦 總之是什麼 我跟各位講 股票操作 我一直跟你講 你要注意這個點 三個位置 基本面 技術面 籌碼面 基本面 技術面 籌碼面 你要怎麼樣做掌握 第一個基本面 誰的基本面比較強 黃仁迅已經講嘛 他的什麼 B100晶片 H100晶片 這個鐵定幹嘛 鐵定就是要用藝人式散熱 兩家公司都有 但是 其紅有一個關鍵是什麼 他有很多是出貨3DVC的風扇 記得嗎 風扇 所以呢 他 有部分的比重是在風扇 雙紅幾乎所有比重都在藝人 不一樣喔 有沒有 產業面那個深度就不一樣 對不對 這也我獨家告訴你啊 大家都跟各位講說 他們都是散熱啊 不一樣啊 對不對 那你再看技術面 它這個地方 MACD的部分 其實啊 它這個線已經跑出來了 有沒有注意到 它沒有埋在裡面 這個不叫乾隆物用 已經沒有埋在裡面了 你看雙紅 你注意聽我講 有沒有 是不是都 這個線都埋在這個柱狀體裡面 所以它會一直很強 它會一直很強 所以這是技術面的關鍵啦 所以我今天為什麼會跟各位解這首詩 月黑燕飛高 殘餘夜頓逃 誰逃走了 雙紅逃走了 齊紅逃走了 00940成分股逃走了 但是我跟你講 玉江青技足 大學滿公道 還是要追回來啦 還是要追回來啦 早晚還是幹嘛 還是穩住之後還是會上 所以你現在很關鍵 你要知道說現在 你到底是該害怕 還是該積極 我覺得是要站在多方思考 才比較對 就算昨天晚上的美股是下跌 台市企業盤跌了80幾點 但是我們跟各位講過很多事情 其實幹嘛 都一個一個實現 包含什麼 包含2317的紅海 你看 誰領先告訴大家 有沒有 紅海 誰先告訴大家 你看一下 來 我們這個再跟你講 3月12號開盤前 我公開看好紅海 3月12號 是不是在這裡 開盤前就在這裡 那個時候股價才在110喔 當天大漲8個% 然後呢 我還跟各位 預告了什麼 我說台積電 3月6號我告訴你 台積電將會是最標的股票 這都是我們的標 這沒有辦法改喔 對 這沒有辦法改喔 你看 3月6號 你看這都是中市的YT嘛 這個是很有公信力的 這不可能去 我不可能去修正這個東西 3月6號找盤我就告訴你什麼 台積電最標啊 3月6號 3月6號在這裡 你注意看 這裡 當天開D走高 誰最標 台積電最標 喔 真的耶 對不對 所以我們跟各位講 接下來的行行 你不要太擔心啊 那這兩天其實 一直有投資朋友在詢問說 欸 老師你講這個三位題喔 有些技術面的股票 真的相當不錯 所以我今天禮拜五 我帶了一份資料 要跟所有的好朋友分享 那怎麼索取 很簡單 一樣請各位加入我們的LINE帳號 Atmo888 小老鼠MORE888 然後呢 輸入123取得 這應該很簡單啦 輸入123取得 那我跟各位講 這個叫三位一體的D檔股 什麼叫三位一體 這個是我一直跟各位講的 我們選股的邏輯 你基本面技術面 抽碼面要有 誰像這樣的概念 比如說 我們之前跟各位分析過的 像聯發科 有沒有 一口氣漲了多少 漲了三成 他就是基本面 技術面 抽碼面都符合 再來 還有誰 像這個東洋 有沒有 一口氣也漲了多少 漲了四成 所以當然你去注意看喔 我們買進之後 也不是每天都漲 那他經過了 一兩個月的時間 可是一兩個月給你換四成 值不值得 我覺得很值得 你看中間他也不是每天漲 有沒有回檔過你注意看 這裡有沒有回檔 有啊這裡也有回檔啊 漲上去 漲了三根黑K又一根 漲了三根紅K又一根黑K 有沒有這裡也是啊 那你再看聯發科 是不是一樣的路線 對啊 有沒有 漲上去之後 中間有沒有回檔 也有 中間有沒有回檔 有 然後又繼續漲 所以不見得會每天都在漲 但是那個趨勢是幹嘛 趨勢是對的 所以我們是跟各位講三國一體的低檔股 第一個基本面 我去找什麼 二月份營收年月雙增 當然你說年月雙增這個 其實你網路上或許找得到 但是你要搭配我們獨家的技術面 乾隆無用 以及什麼 籌碼面的法人認養 這個就是幹嘛 這個就是我們獨家的地方 這個就是你網路上面找不到的資訊 所以裡面有六檔股票 包含像棒球大聯盟 龍飛鳳舞 機殼小標股 洪家軍的黑馬股 電子航海王 以及AI勝利軍 這六檔股票分別代表什麼 代表相關AI 以及另外一兩種產業 但是也是最近 這個題材相當足夠的 所以我跟各位講 你看這些股票 你看像聯發科 像什麼 像1319的東洋 他們就是符合這樣子的邏輯跟形態 產生出來的股票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相關的個股 我覺得大家可以趁禮拜五的時候 或許今天的盤面 不見得會那麼漂亮 但是我覺得不盡難 我跟各位講 我們再回頭去看 你看台積電的那個ADR 台積電ADR 它又跌了 台積電ADR跌好啊 現在大家反而不敢 不希望台積電漲欸 你台積電漲 變成說你撐指數嘛 指數在這個地方 反而是幹嘛 其他的個股啊 都會拉回 昨天灰達也跌了3%嘛 你看一下 有沒有 灰達也跌了這個3.24%嘛 台積電跌比較少啦 那你回頭再去看大盤 到底是多頭還是空頭 這是多頭還是空頭 當然是多頭嘛 這無庸置疑啊 所以各位看你怎麼操作 那我們再跟各位講 來 所以這個是三位一體的第一檔股 今天我也趁禮拜五的節目當中 跟所有投資好朋友做分享 你剛好可以趁這個六日啊 甚至今天啊 好好的準備一下 好好的研究一下 對你會有很大的幫助 裡面有六檔股票 它們都是什麼 二六月份營收年月雙生 技術面符合MSED的乾隆勿用 所以它現在技術面是在第一檔準備轉牆 而且呢 有一些股票因為這兩天下跌 剛好有修正 我覺得是一個甜甜的 甜甜的位置 甜甜價好不好 甜甜的位置 再來 籌碼面法人有所認養 這個就很重要 這就達到三個問題 所以怎麼樣取得 請各位加入我們的Lite帳號 小老鼠MORE888 小老鼠MORE888 請各位輸入123就可以取得 好那我們最後看一下我們的QR Code 我們看一下 長輩朋友 如果說或者是你不知道 該怎麼做輸入的話 你就手機的相機模式打開 掃描這個地方 就一樣可以加入我們的Lite帳號 好不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 帶回來 好我們的Lite加了沒 這邊趕快掃描 什麼還沒有加 趕快加啦 好不好 如果你現在在電視機前面的話 很方便 手機拿起來掃一下 拍個照 很方便 或者是 來我們看圖卡 或者是輸入我們的帳號 像這邊 ADMORE888 小老鼠MORE888 記得趕快輸入喔 你才能夠趕快看到這份重點資料 你可以在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天 你不見得今天馬上要買 但是如果你不先準備好 那機會來的時候 你要怎麼第一時間做好準備呢 對不對 這很重要啊 你不能夠等到事情發生 或是機會來的時候 哎呀老師我還沒準備好 那不行啊 對不對 就像有一句話叫什麼 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嘛 平常就要先準備好 不然等到真正 行行來了 真正機會來了 你就會錯失 就會非常的可惜 好所以這個資料 三規一體的低檔股 先加入我們的Lighter 先做說訊 好來我們再繼續講喔 所以我跟各位講一句話 投資價值是跌出來的 怎麼說呢 我們來看一下幾檔股票 像這個3583的星雲 前兩天創高對不對 創高之後反而是幹嘛 拉回 但是你就回頭去看 基本面有沒有改變 沒改變嗎 法人有大賣嗎 好像也沒有啊 這個是重點 再來呢 1503的市電 這個最近非常的強勢啊 非常強勢 行行啊出現了一個什麼 創高的格局 那因為什麼 因為華盛一直在漲 我就跟各位講喔 這個是喔 敢喊的就贏嘛對不對 目標價喊到800 就連續漲兩天 鴻海就是這樣嘛 鴻海說目標價128 就沒有人理他 因為已經到123了 不過呢 他也是留下影線啦 這個也算是不錯啦 大家可以做留意 我覺得鴻海還有機會 因為他的形態都轉得很漂亮 你注意看 有沒有 形態都轉得很漂亮 所以我覺得是沒有什麼 太大的一個問題 那再來 像這個6679的這個玉泰 有沒有 昨天法人也買進 第一檔一樣是反彈 他的那個格局跟 致遠有點類似 就是走那種反彈的路線 每個人路線不一樣嘛 對不對 有人是走這種技術派 有人走基本面 有人是有籌碼面 對不對 有人走比較浮誇的路線 有人走比較幹嘛 比較 怎麼講 我說 溫文如雅 好像也不太算 有時候我們也會瘋狂一下 好啦 反正我們走 走的是希望讓投資朋友 在操作上面 能夠幹嘛 吸收得到 然後呢 盡量是我們讓大家有點歡樂 因為有時候我會講點這個 逗大家開心的話 因為為什麼 行情不好我知道啊 行情不好 對不對 像雙紅西紅 對不對 為什麼雙紅 雙紅跌比較少 西紅跌比較多 雙紅有兩個紅 兩個紅比較厲害 好啦不管 再來是剛才講的玉泰嘛 然後新日新 這個原則上都是多頭 都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講一些股票 6805的富士大 這個都我們跟大家提過的 你看折鐵手機嘛 是不是還是很強 一直維持在上面 一直維持在上面 來再來是3032的尾訊 這個整理了一段時間 現在進入到盤整的階段 6290兩維 這也是維持在這個地方 然後永威投控 因為最近 重電股有在漲 我覺得永威投控 應該會有點機會 因為第一個 他是紅海 他是那個正威旗下 所以算泛紅海家族 泛紅海家族 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然後再來3540的躍躍 這我也講過好多天了嘛 對不對 這我從哪裡開始跟各位講 我從這裡就跟各位講 我們講過好多天了嘛 對不對 漲到多少 漲到60塊 漲到60塊 最近的散熱 飢渴等等相關的股票 表現也不錯 然後高價股的力旺 再來3661的四星 這滿重要 昨天四星 低檔2468 八根黑K 一根漲停 平地一聲雷 有沒有機會再去漲 這個也要觀察 不過其實你看 股票怎麼做啦 就是說 你如果挑選這種類型的 就是幹嘛 採取價差操作 如果你像我們做的聯發科 這種的應該幹嘛 就是積極的多放操作 拉回就是賣點 應該這樣做才對 所以中間我們稍微調節一下 現在我們再重新找賣點 就是它會這樣子走 N字型上漲 你了解嗎 這樣子走 所以我們股票 講很多啦 來 像建策啊 雙紅 這個都提過 川湖等等的 最近有拉回 你看 最近AI的股票 沒有在創高嘛 有些有拉回 但是拉回你看 你注意看喔 3月18號 是揮達的GTC的大會 所以其實就剩這兩天了嘛 這兩天趁著利空 應該幹嘛 好好的做把握 3293的星象 有沒有 拉回來 對不對 5234的這個達星材料 這也是我們很早跟大家報告的股票 所以你看我們講過了 其實幾乎啊 我們都一路跟各位做追蹤 那這個是 最近有網友在問 我就把它拉出來講一下 6643N31 它是因為被四星拖累嘛 所以就會一起往下殺啦 一起往下殺 原則上你就小心它不要進入到 空方格局就好 現在還好啦 還可以撐一下 然後呢 大概的一個相關的個股 要去注意的就是這些 好不好 OK 來 剛剛還有講到誰 這幾檔沒講 像這個建通有沒有 稍微的壓回 然後6288 連加 這真的又跌啊 但是我覺得是這樣啊 你看中華車 之前我跟各位講過 中華車創高 連加做所有 幾乎大車廠的LED車燈 它都有 所以我覺得不見得說 會那麼差 那像這個 續軟 這個壓回來 回測這個缺口 那目前為止還沒有轉空 所以我覺得整體的部分 大家可以去留 稍微再去注意一下 所以呢 接下來齁 來 還是跟各位報告啊 投資價值是跌出來的 以及呢 我們這一份 三位一體的低檔股 如何全新做布局 歡迎各位 掃瞞我們的QR Code 加入我們的Light帳號 我們下週再見 掰掰 喜歡我的影片 並認為我分析得不錯的話 歡迎大家 按讚訂閱 分享給你的朋友 記得同時開啟小鈴鐺 才能夠收到最新的消息喔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